二手車市場 每年六十萬輛商機 但怎麼挑才有保障 看里程數吧 大部分會看年份引擎蓋 可不能單看表面 魔鬼藏在細節裡 買二手車不踩雷 第一招後車廂裡藏玄機 檢查後葉子板 它底部的那個顏色 是黑色或灰色 去辨別出 它到底有沒有換過 先開飾板 手電筒一照更清楚 看車殼底色 一般原廠原板件是有灰色的 如果是黑色 代表車殼葉子板拆裝過 這邊切一刀 這裡切一刀 然後整片卸下來 達人筆劃的這塊就是葉子板 因為裝修方式是用焊接的 不容易防鏽 一旦沒有做好防鏽 它會從內部整個鏽死掉 後葉子板有換過的車子 就盡量不要去碰了 葉子板有沒有動過手腳 還可以從門框來判斷 拉開膠條銀色門框 焊接點間距一致 這是原廠的 要是拆換過 放造的焊接點 顏色比較淺 除了從葉子板避開 地雷二手車 交車時給幾把鑰匙 也很關鍵 你收到的是兩把鑰匙 但是電腦摳出來 是五把鑰匙 但是多出來三把跑跑去呢 會不會被有心人給摳走了呢 然後呢 或是說前車主幫你留下來 回原廠電腦偵測 確認車輛有幾把有效鑰匙 多餘的移除 別讓車鑰匙流落在外 簡單三招 外行人也能懂 二手車沒腳 三西文先中 謝謝明明 頭到